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林长所提出的勋章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采域大勋章改为据台湾一项的名称以及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出的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让共谍是用外换罪等一案,只要涉及意识形态和中国作军遭国民党退回委员会。 对此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怒呛,报完蒋家却又马上回头舔贡,质疑蓝颖是否精神错乱。 脸书粉专徐永明表示,林长所作提出修法,试图改正维权时代一序,将中山中正于彩玉勋章改为玉山黑潮本具台湾一项的名称,然而蓝颖却多次将提案退回成委会,让他完全没有讨论审查的机会。 徐批评国民党死报蒋家,就等着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相隔数小时,徐永明接着撰文指出,蓝颖既死报蒋家,让维权一序的勋章无法转型后,又退回以外换罪处理共谍的修法。 徐执疑,蓝颖是否精神错乱,反共喊得最大声的就是蒋介石,结果国民党报完蒋家,却又马上回头舔共,到底是在言哪一出。 徐永明解释,中共近来不断以多元手法统战台湾,还吸收多名高阶将领为共谍,危及台湾安全。 这不是外换罪纳盛,什么是外换罪?需痛斥蓝颖为虎作娼,试图替共谍开脱,绝对跑步掉。